好,嗯,大家好 今天很多人对这个 Blackberry黑莓这只股票很感兴趣 然后我就 做一下这个视频嘛,我第一次做视频 把第一次就给了这个Blackberry黑莓 希望他不要辜负我,好吧,然后我们这个 Disclaimer还是要放一下的 这个是显得比较专业一点,对吧 好 纵观这个黑莓的历史 这个公司几十年来的历史 他一开始做手机,做预料设备 在这个汽车零配件领域一直耕耘 就把手机做死了被干掉了 然后这医疗行业 它是它的操作系统 QNX是垄断地位 医疗设备行业 当然它是单机版的 就跟以前那个 Windows一样,卖一份算一份 卖一份算一份 汽车行业之前 也是按键数卖的 卖一份就算一份收入 这句话整个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一直在这个领域做 突然一天风口来了 你就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就只有你能做到 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现在我们今天呢 是讲第一节 为什么黑莓会是十倍股 或者比十倍股更牛 因为毕竟它现在很便宜 还是很便宜 对不对 我们现在从技术分析开始入手 因为当初技术分析决定你的买卖点 好吧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基础分析很重要 好 这个是BB 你看啊 周线图 BB跌了那么久 盘整了那么久 13年到现在7年了 上一个盘整了7年 变成大流股的股票是什么呢 AMD 从09年开始 等到能盘整 盘整到16年7年 那是90多块钱 最低跌到多少钱 最低跌到一块多钱 两块钱 最低跌到一块多钱 很励志 很励志啊 这个基础分析呢 我就大概讲一下啊 因为讲起这个东西来呢 呃 要很久 很久 光讲这个基础分析都要很久很久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们以后再开专题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什么时候入场的 那个 加入我朋友圈的 朋友应该可以看到啊 我是 11月份 20多号 十几号开始买的 正股 买了以后他就一直涨 日线股 一直涨一直涨 我就觉得奇怪了 然后我就开始买期权 我正股买了 期权也买了 突然之间12月1号 给亚马逊的 爆炸的消息出来了 所以说你看啊 技术分析 它第一 不过能够决定你的买入点 买卖点 第二还可以 告诉你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情要发生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知道吗 我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买 买了以后就一直涨一直涨 我就觉得奇怪 跟以前跟他的风格不像啊 你知道吗 你看跟他的风格不像呢 你看 我就买 我就没有 我就买期权 开始买期权 这就是典型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 突然一天那天涨 12月1号那天 亚马逊消息收到以后 暴涨了百分之六十最高点 但是我没有卖 为什么没有卖 这就是 你要对他的基本面要允许 要理解 你不理解基本面 那就只能 抓个鸡头鸡尾吃吃 吃不到大步段 好下面讲讲基本面 刚才讲的啊 黑梅在这个汽车领域 已经混了很多年很多年 三四十年是有的了 汽车行业一个最最最最最麻烦的事情就是 配套认证 对吧 相对来说认证是最麻烦的 黑梅跟这个高通 高通 高通大家应该都很熟悦了 做通讯模块的 他跟他合作了几十年 然后他们顺水就是看到这个电动汽车来以后 就顺水推舟 开始到下一代的汽车平台 这个这个这个协议它不是exclusive的 它不是独家的 因为这个设计上 这个市场上现在 blackberry占有率大概百分之六十多 那blackberry kvnx seller 通讯模块 还有这个ota ota是特斯拉搞起来的 引领潮流 但是它引领潮流以后 能不能一直引领潮流呢 这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东西 据我看来特斯拉 差不多到头了 好这是高通啊 高通是基本上是通讯模块的 就是汽车跟外界的交接 连接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看看 nv的 显卡 AI计算专家 跟黑莓的合作 他为什么跟他合作呢 因为 黑莓的QNX 是一个操作系统 OS 看 这个 这个现在很多汽车上都用 然后他为什么 特别选特斯拉呢 而且选 这个QNX 黑莓的QNX 这个OS 因为QNX 在这个汽车领域混了那么多年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达到这个级别 安规认证的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 相当难 相当难拿呀 这就是门槛 互存核 好 这个是 nv的 nv的有了 高通有了 基本上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nv的 是 计算能力 这个是通讯能力 那基本上就是 你好 硬件 一个运算能力 加一个通讯能力 互联的能力 对吧 然后在计算的能力 再加这个QNX 这个OS 那就是一个80年代的IBM跟微软的结合 这种级别的结合 好吧 好 下面就是讲这个 对这个 对 各位就是 如果有什么 对这个Blackberry 还有 不是很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呢 这里有几个 invest conference 大家可以去点一下 看一下 前两个我都已经看过了 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公司 今天大概就先讲这些 然后我们 第二期就讲一讲特斯拉 在中国遇到的这个情况 好吧 为什么特斯拉 我觉得到头了 然后 如果大家有什么 我是第一次做YouTube 上传这个视频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 一份欢迎留言 好吧 谢谢的各位 马上第二期视频 第二节视频马上来啊